美国美帝对中共的贸易战加码了 真的绝不手远奉陪到底了 真的不是说笑了 由10%的关税加到25% 这样打下去 老实说中共现在真的没有还击之力了 现在中共的情况就是 就是说输和穷都只剩一把喉 没什么了 只剩一把喉 现在这样说 美帝除了贸易战搞你 甚至中共死穴之中的死穴 就是这个叫做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在中共来说 真的死穴之中的死穴真的好要面 是说台湾问题不能妥协的 不能妥协的 越是这样说 老实说美帝看到你这么好 就是你这个台湾问题 原来是你里面那个死穴之中的死穴 就是更加加大力度去搞这个台湾问题 就是之前那个台湾旅行法之后 美帝现在又加大力度 在台湾问题上再加重弱 去煲一煲它 这个煲怎么煲呢 就是这个了 这个叫做国防授权法 这个国防授权法呢 讲到明了 美国联邦参议院 已经通过了这个叫做国防授权法了 这个国防授权法呢 支持强化台湾的国防能力 和联合训练 军事演扎 高层交流 特别是美台军演 即美台军演 很实际讲的嘛 之前讲到明 即美台军演 就等于美中反面 这个美台军演 一旦实施了之后 你看回之前讲的嘛 中共里面那些老鼠蟑螂 是讲过什么的 他说如果你美军 战兰 够胆去到台湾 或者你美军登陆台湾 即协防台湾 之如此类 解放军呢 就一定会出动 攻击台湾 即是这样讲的嘛 他这样讲的 是吧 记不记得啊 现在 讲到明 现在这儿 台湾海峡啊 经常有美军的 战艦都出现啦 加上这个美台军演 摆到明 美军就肯定一定会登陆 甚至美军的战艦一定会去到台湾的 现在中共 粒水啦 有没有老鼠蟑螂出来讲这些 那么刺激的东西啊 什么绝不守远奉陪到底 二二二二幻那 杀敌一千自选八百啊 有没有再讲这些东西啊 没有了嘛 证明他现在死剩 把口把口死了都不能够等 挺起空堂讲 甚至讲回这个国防授权法呢 你讲到中国方面呢 他都讲到了 他会限制这个 即是美国政府限制这个 中兴和华为的技术的 即是说会搞够他们啦 搞够中兴和华为的 已经讲过了 即是说加强 即是美国政府加强对外来投资的审查啦 这些外来投资主要都是针对中共啦 不用讲啦 那讲回这个美帝针对外来投资 最近啊 德国又拒绝了中共的资金 去德国收购一间企业嘛 那很明显 讲到明 美欧联手的形态已经成形了 形成的啦 是摆到明是围剿你中共这个邪恶俗心的 是很明显很明显的 那讲回这个台湾授权法 那中共的喉舌他讲什么呢 那这个中共外交部讲什么呀 他就说这个人发言人讲啦 他说叫美方放弃这个冷战思维 令和博弈过时的理念 不能够实施有关的条款 以免中美关系呢 还要领域合作得受损 那中美关系还有合作的吗 现在打到这样 贸易战打到这样 这些老实讲冷战思维呢 这些冷战思维呢 冷战 常想起就是美苏冷战嘛 即是美国和苏联冷战期间呢 苏联瓦解了啦 美帝又不用讲一枝独秀 其实我那时讲呢 常常讲的 美苏冷战都不是五五波的 是六四的 即是美国是六啦 苏联是四啦 苏联只是军事上而已 即是可以和美国抗衡而已 美国是综合的嘛 除了军事上 民用上 文化上 它都灌绝全球嘛 尤其是在你用的日用品 好像芯片 现在你用的软件 微软 还有APP 要是微软要是苹果而已 你难道不用了 你可以不用了 是吧 老实说 美中爆发贸易战 你就拒绝咯 之前说过的 你不是拒绝 拒绝高通 Intel 拒绝微软 拒绝 苹果 拒绝Android 那你就玩了 用了一套 你没有电脑 现在讲到 经常说 资讯世界 科技世界 资讯世界 科技世界 数码世界 就是这个电脑嘛 这个叫做互联网帝国的嘛 互联网帝国比美帝 美帝都排第二 互联网帝国排第一 冷战思维 你看回 苏联时期是没有的 美国全部都有的 影响力多大 美帝到现在都是美帝来的 苏联瓦解了 去回俄罗斯 就算俄罗斯现在 都要去到俄罗斯现在的局面 因为俄罗斯可以这么凹呢 不是有常规武器 而且他还有一定数量的核弹数目 所以他才有个膜的 如果没有这些核弹数目 他真的不敢揉 是吧 你讲到再看回了 他讲什么呢 他再讲回了 他说台湾问题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他有资格说吗 就是说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 也是最敏感的核心问题 坚决反对所有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 他说要求美方隔守一个中国原则 真的啊 常常隔守一个中国原则 真的美国都说是隔守一个中国原则 一个中国是什么呢 中华民国啊 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可能就是隔守一个中国原则 中华民国 跟中华民国建交 一粒随时 是吧 那这里 真是 真是很交的 真是很交 很交 即是现在你中共里面就死静把口咯 真是死静把口 军事上老实说 你常常都说那些五毛那些城里做那么多战艦和武艦 常常都说想挑战美帝 那你就打回牆咯 是吧 摆明现在台湾问题 老实说 去到现在这个问题 美国只会对台湾越来越好的 关系越来越强化的 是吧 即美台军演呢 即美中反面 即我常都说 美中反面就等于跟台湾建交咯 跟台湾建交咯 真是真是好笑咯 你中共的面子真是放在哪里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你看回来 你经常都说自己的海军有多强 甚至习林都说得明白 我们要扩大海军 那你扩大海军 海军当然是用来打的咯 用来摆啥 对不对 那你够姜就跟美帝练回牆咯 你够不够姜 即不是够不够姜 他都计算到 根本跟美军没得打 即如果中共的海军 中共的航母都是叫航母的 很多人都会做 根本中共的航母 航母就不是航母 中共的航母要对着美军 就是等于一艘靶船 用来练靶 被人打靶 完全没用的 所以中共现在在军事上 贸易战上 the world 国际环境 输静把口死静把口 就是这么简单 窮都只得费口 再到输静把口就说回这里 又是说贸易战 贸易冲突 美国高级官员证实了特朗普提议2000亿美元关税 由10%加到25% 他说咨询期延至下个月5号 又是中共外交部说什么呢 他说美方不要试图讹诈 认为对中国起不了作用 又奉劝美方回归理性 首先这个理性这个字 由中共喉舌说 真的你没有资格说 你有什么资格说理性啊 你说的吗理性 在这个字典里面 你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 中国共产党员完全没有理性这两个字 再看回不要以气用事 因为最终选了自己 他又表示 他说中方的对话大门常开 这里讲得明白了 中共是想谈的 他没有能力打嘛 没有能力打 只有谈的而已 谈的最实际的啦 他说对话必须建立在互相尊重和和平对等的基础 互相尊重和对等 这件事你又没有资格说的吗 什么是要尊重的 你对中国人民有尊重吗 看到的嘛 你怎么老实说 你中华人民共和国 羞耻羞家道 用自己的国民威胁 像留下的其他维权律师 甚至本物女孩 欺负这些弱势社群 用这些人威胁西方世界 来拿你的利益好处 你有尊重这些人吗 所以你屌你 中共这些 筱头这些傻子说话 正式就是 正式就是含家产 这些正式是人渣 不要用动物来形容它 用人渣 人渣形容它 是吧 这里讲到明 他又说 美国说单方面威胁和施压只会识得其反 即是当于现在你中共 说什么想东西 说什么想都没用了 是吧 去到现在今时今日的地步 你挑起那么多火头 军事上贸易上 甚至经济文化上 输了输了 只是看回现在的情况 情况我们看回现在 香港里面的股市怎么跌也好 股市跌也看到 现在有些北方的资金 北水抽走了 抽走了令到股市跌 如果有些股民 你还想着入市 什么捞底 你自己想一下下场 可能会挺惨的 甚至股市跌 那些楼都会跟着会跌的了 现在你中共这样抽水法 就是证明他中共里面缺水 他没有水 即是没有资金 即是 浅荒 那你浅荒 那你那些浅荒 你那些中共喉舌 什么杂瘾 还有那些什么七常委 开了那些瘾吊会议 说什么瘾 什么维稳 不知找什么瘾 找来找去找什么 最重要是找钱的 那些人说 你赚钱的嘛 最重要是放水 你讲那么多话 把瘾吗 你又不放水 又要威 又不给钱 那怎么跟你做朋友呢 特朗普都说 你有钱 就有朋友咯 没有钱 你就真是笨佩 笨佩的笨佩 笨佩的笨佩 你中共今时今日 你看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商家佬 都是爱钱如命 你中共不放水 他们就散水咯 个人意见 独立思考 讲完